词曲 李宗盛 你的蜡子鸡 我亲爱的小辣椒呢 我的灵魂没了 为什么不给我心爱的小辣椒 又是你 你又要干什么 我还没吃饭 我还没吃饭 陆兄是个人才啊 我已经跟军业商量过了 将你借掉至衙门 做我的幕僚 什么 近年来 衙门积压的旧案 悬案颇短 还问陆兄 不另指点 沈君也把我卖给你了呗 哎 怎么能叫卖呢 叫借 我会给你报酬的呀 我不答应 难道 你嫌奉路太少 这不是钱的问题 陆兄不是罪在一起 谁说的 我这叫 一仆不是二主 一心不能二用 生是沈君业的人 死是沈君业的尸体 好 好一个蒸蒸铁骨 陆小白啊 本官 受教 那就告辞 刚才你说的话 我都听到了 不要太感动 现在你有两个选择 一 帮衙门做事 二 去打扫茅厕 那我就选 一 算你识相 陆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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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 别睡了 陆兄 陆兄 你干嘛呀 陆兄陆兄的 你是流氓吗 能不能矜持一点 克制一点 那我以后 叫你小白 怎么样 随便你 小白 为了报答 君业的救命之恩 我决定 和他一同 去看日出 你觉得怎么样 江大人 我们又可以 一起看日出了 对啊 算起来 应该是第三次了吧 对 三次 什么时候的事情 不对 大中午的去寒山 岂不是要在那里过夜 这个新疆的 举心破测 不对不对 过夜 剑腹 淫腹 你错了 一个未娶 一个未娶 一个未嫁 怎么能叫肩腹淫腹呢 一般这种情况来说 应该叫 两情相悦 我呸 这叫世人共愤 伤风败俗 我 你敢这么说吗 老大 我看你 关键时刻 还是你阿宝最讲义气 来吧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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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快点 快点 左边 不对 右边 快快快快快快 太有趣了 你好可爱呀 我叫嬷嬷 谢今看啥了 不要乱动 她害羞 她会送回去 好有意思 你抓住她的头 她就送不回去了 真的吗 那我试试她 我抓住了 我抓住了 可是 会不会弄错她 没关系 她顶住 可我顶不住了 最近常常被问到 儿时的梦想 她的梦想 笑着想起 年少的自己 了不起的 模样 她的梦想起 她的梦想起